这是建国以来最凶残的七大汉匪 其中白宝山排名第三 排在第一凶残的汉匪 一夜之间杀害52人 可谓是让人毛骨悚然 接下来排名第五的是林国梁 此人被称为共和国建立以来 最擅长枪战的汉匪 曾与警方力量进行枪战 并且还不落下风 林国梁来自辽宁省铁岭市 曾在当地民兵队伍中负责管理枪械 因此对于各类枪械的使用 乃至于拆卸组装都是得心应手 1979年 此人对当地大队干部产生了极大的不满 并开始谋划报复行动 同年7月11日 他利用植物之变 伙同两名团伙 偷窃了四支56冲自动步枪 以及100发弹药 而后直接开枪 残忍杀害了一名卡车司机后夺撤 接下来的时间中 林国梁带领着团伙成员 游离在附近的深山老林中四处逃窜 此事的恶劣程度 甚至在当时直接惊动了军方 协同警方对其进行抓捕围剿 围剿人员将林国梁等三人围困于一座山石 这个胆大包天的狂徒 居然直接对着警方人员进行开枪 六名警方人员因此牺牲 最终 军方人员搬来了机枪等武器 甚至还直接触动了三辆装甲车 才成功将这名狂妄到极致的狂徒击毙 然后排名第四的是双刀董镇 1957年 董镇出生于陕西省一户 普通的农村家庭当中 祖祖辈辈都是憨厚老实的农民 董镇也不例外 早期他勤劳肯干 基本上不与人发生争斗 一直都是老实人形象 然而在1991年 董镇的人生命运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那一年全国遇上了难得一见的严重干旱灾害 导致董镇家里的田地颗粒无收 乌露偏逢连夜雨 那一年与董镇的母亲又患上了严重的疾病 卧床不起 为了给母亲看病 董镇四处借钱为其治病 这还没完 与董镇同村的一个叫郭宝财的恶霸 也伸出了魔掌 仗着自己是乡长的外甥 平日里欺男霸女 仗着董镇的母亲不置离世的空档 强行霸占了董镇的房子 并修建了自己的房子 董镇几次上门理论无果 没想到郭宝财倒打一耙 待人直接将董镇父子俩暴打一顿 在这样的情况下 平日里逆来顺受惯了的董镇 董镇依旧没有选择还手 而是与父亲相依为命 将田间临时建起来的草棚 当作住所 不久后 董镇的父亲 在生理与心理的双重打击之下 不幸离世 悲痛欲绝的董镇 在坟前祭拜的时候 居然又受到了郭宝财 肆无忌惮的嘲笑 甚至对方直接出手 将董镇父母的坟墓 给直接推平了 1992年5月某日傍晚 忍无可忍 已经彻底绝望 愤怒到了极致的董镇手拿菜刀 闯入了正在办喜事的郭宝财一家 手起刀落 直接将郭宝财的两个堂兄弟 砍死在血泊中 而后满身是血的董镇 又找到了郭宝财与他的乡长叔叔 直接将对方的人头给砍了下来 当晚 本来沉浸在喜事氛围中的郭家 被董镇灭门 此事也在全国范围内 掀起了巨大波澜